我那项目被众心明目张胆地要撬走 现在唯一的筹码 就是这盛海集团董事长的小媳妇 只要她薛薇来 给我帮他们一点点忙 咱们家宝贝 头三年的费用 就不用担心了 可以啊 老婆 盛海集团小媳妇 你给得罪了 我说为什么瑜伽馆的人 都不敢得罪她 合着这瑜伽馆就是他们家开的 但是从这事呢 我也领悟了一个道理 在没有详细了解到 敌人的真实背景之前 不要轻举妄 挺好的 老婆 你有进步呢 怎么办嘛 这小媳妇什么性格 那还能什么性格 当然是集人类 所有的劣根性于一身了 挑剔 娇气 埋不讲理 我估计是惯的 这得跟冯恩一学 老冯在能屈能伸方面 颇有一番造诣 跟他接触久了 耳濡目上 学到了不少技巧 你就比如说 跟人拉近关系 与其说上赶着帮别人 咱就不如放低姿态 找点小事麻烦别人 那我是 是有事要求他 那他理我吗 小事啊 就是那种 让人能产生优越感的小事 慢慢地麻烦他 最好他也有些小事去麻烦你 这样麻烦来麻烦去 来来回回的 慢慢渗透 那我得设计设计 好啊 睡吧 你不困 孩子都困了 放心啊 老婆 这单就是不成 咱们孩子也饿不着 知道 这就不是饿不饿的事 这没人吧 好 向后拉 非常好 我们这座腿往中间走一下 我们可以 它快要保持对 核心稳定 好 茉莉同学做得非常标准 大家可以看一下茉莉同学的这个示范 非常好 好 来 茉莉 我先走了啊 好 茉莉总 大哥对不起啊 我上次不好意思啊 你老师说得挺对的 你说练瑜伽吧 就是图个心里高兴修身养性 上次的确是我太急了 别往心里去啊 我刚在后面看你们的动作做得好标准 好漂亮啊 我真的是做半天都做不来 你看你都是老学员了 你要有机会够指点指点呗 为所老师不能教你吗 那人家也太专业了 我这零基础的 我哪赶得上啊 再说了 咱们又都是孕妇 孕妇帮孕妇亲帮亲一家人嘛 我跟你可不是一家人 那打个比方嘛 打个比方 行吧 爸 我可没这么多时间啊 下次如果你早点来呢 当时可以教你几公主 那哪好呀 我还有好多孕妇的事 想要请教你呢 你现在怎么那么多话 小瘦我爸也这么收我 很好看呢 好看 那下堂课见了 下次见 你接着一下 你接着一下 你 человек 什么呀 那我爸就感情恶 你怎么这么多呢 太多了 你怎么说 我自己想想想想他 你俩亲自送我上交吧 程导 这能写吗 你怎么能丢上我一个人走了呢 爹 我不信你 爹 你怎么就这样走了 爹 我不信你 讲了嘛 拨出去丢人呢 不能讲啊 这现在素材本来就不够 你到时候时常凑上 怎么办 你上去啊 咱们这个节目叫一年一度演技大赛 打的是演技两个赛 您就那段吧 我们再给领导算一遍 领导没看清楚呢 不用看 我看得很清楚啊 我觉得那段非常精彩 那个 程导 来 甭管他 讲了 你看 你看你弄小脾气那个死相 他辣 喝口水 消消气 程导 咱们拍的是综艺 不是艺术片 观众要是真追求演技 他就居然看话剧不好吗 去电影看电影不行吗 对不对 咱们追求的不外乎是一个话题度 有槽点不一定是坏事 之前我是不是都依着你 你说怎么拍 咱就怎么拍 but 收视率呢 凭得跟一条直线一样 我承认 他确实没有演技 但咱要的不就是个与众不同吗 你说 咱把这段放网上 他能不能有个讨论度吧 讨论什么呀 不就挨骂了吗 我的天哪 我跟你打一组 程良 你待会儿就是大特写 网上放 点评嘉宾 多难听的话 你全放进去 这一期 他要不逆风翻盘 我输你点什么 程导 做艺术 你在我心里 绝对是这个 但是 做综艺 哥哥我是这个 要是收视率出问题呢 还能出什么问题 他没有余地了呀已经 我单 我仗不仗义 仗不仗义 这话 来吧 撑撑 来 来啊 就按刚才我说的 就这段 一刀不许剪 全给我发上去 待会儿你把这段单独剪出来 发给宣传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不打扰你们工作了 我听谁歌呀 你是一名专业的剪辑师 你应该听谁的 听领导的 哦 听领导呗 他告诉我 你给我去那些 子也没有 都不许剪辑师 你这个 她不许剪辑师 又会把他们跑到一黑了 我发现了 她不许剪辑师 你把你们先进去 威姐 你没事吧 威姐 你 你还好吗 威姐 威姐 你在里面啊 我还以为是威姐呢 我先走了啊 小夕 你怎么喝咖啡啊 来 喝点这个补充点益生菌 咱不比喝咖啡强 行 你要再精神 大宝不想睡觉了 现在彻底解放了 这一天天这么多事 大宝跟着我饱一顿饿一顿的 彻底断奶了 断练也行 你奶饭也一样 来 有个事啊 我觉得特奇怪 什么事 我觉得外汇有问题 什么问题啊 她可能是怀孕了 不可能 威姐也怀孕了 找一个怀孕的助手 那涂啥呀 单纯了吧 那威姐保证不知道啊 小夕软糖你们也在啊 来 白慧 接水吗 好吗 这你喝的什么呀 我有点肠胃炎 喝点正要调理肩胃身体 肠胃炎 那你们先聊 我先走了 好 照顾身体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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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一个类型的吗 中药不都这个吗 你是真单纯啊 我跟你说 他跟我这个是一样的 一样的 一样的就是为难的 真的 来 公敌也说 你能不能太自从 所以你懂得比不平 你能不能太自协了 你不是有意思的 我能不能太自然 你能太自协了 你能不能太自协了 你能太自协了 我能不能太自协了 练个瑜伽 还得想着业务 还得想着客户 那你可要照顾好自己啊 放心嘛 皮试着呢 你怎么样 回来还没跟你聊过呢 你爸妈身体没问题吧 没什么事 就是我妈 我妈她 我妈她怀孕了 姐姐姐姐姐 我可除了我老公谁都没说 我拜托 拜托 拜托 好 好 你说这 这不懂 我也是服了 刚开始我也是顾虑比较多 接受不了 现在 想开了 其实 你爸妈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 都还年轻着呢 这也是响应国家号召的 是不是 是 是 古人也说 家丁兴旺 你 没有家丁 你怎么兴旺呢 是不是 来 喝点水吧 来 谢谢 姐 那个白慧什么时候正式入职啊 怎么了 我先走了 魏姐 小夕也在啊 这是所有院线近期以及未来会上瘾的电影资料 好 那我先走了 好 对了 魏姐 这些资料多亏了小夕 大部分都是她整理的 我只是稍微做了些补充 挺好的呀 那你们以后继续合作 一定 那我先走了 嗯 她一个月的税用期 怎么了 合作得不顺利啊 没事 姐 我 我就去问问 我也先出去了 喂 喂 妈呢 今儿晚上怎么安排啊 没有啊 干吗 那我晚上去你屋子接你 哎呀 你可放过我吧 好吗 这一天天的我可赔不了你 怎么了 我感谢一下你那天晚上对我的不弃之恩 还不进来啊 要感谢 你要感谢陆总呀 如果没有她的话 我一个人怎么处置你啊 我俩天天见面 我对她随时能与真相报啊 你不用操心吧 你老提她干嘛呀 她是她 你是你 托你们的服务 好吗 我们现在雨果的整个上上下下的部门 都在准备那个珠宝品牌的议案 晚上有可能还要加分的 我这儿有的是资源 你天天在那儿坑着坑着努力 你不如来攻略攻略舞啊 得了便宜还买官是不是 我看你以后再喝成那样 谁还管你 别 别 管啊 你家妈在玩为这吃饭吗 我带你去一家私房菜 特别好 那个老板还是我朋友 平时我跟你讲 谁想在这儿定位根本定不着的 她给我留了俩位置 晚上给我点面子 好了 好了 就这样 化掉了 把 Cox好 深海的事情有什么想法 我跟姚薇呢 现在正在找一些其他的大屏渠道 我大学有个同学 在望河地产工作 我们望河广场呢 都是带了音信的 不行 可可以找他给签个信 你说这事 要不要让麦克 不要 我觉得这件事 你最好不要把麦克牵扯起来 看得出来的呀 他对这件事情是非常认真 也非常热情的 你能不能相信他一次了 你是真的没有觉得 他是要跟我故意做对 或者是在哄闹吗 正是因为你现在的这种态度 你误会了他 反而让他觉得更反感 更叛逆 那天呢 也算是酒后图睁眼吧 他跟我说了一些你们以前的事 他说什么 他说 那年他爸爸带着他出国 你答应要去机场送他的 但是没有出息 后来 他到了以后给你打电话 他 你也没有劲 我觉得他可能是有一种 被抛弃的感觉吧 狼子 红临 你把晚上 通学会的地址发 overhead啊 师姐决定去参加推荐聚会了 本来是不打算去的 后来一想呢 去了以后可能会得到一些 可以活动的资源 就去了 你呢 去吗 当然一块了 师姐 你干吗呀 要打算商业机密啊 你现在可是我的竞品啊 晚上我直接去接你 咱们一起走 也行 晚上见 好 晚上见 拜拜 谁啊 我有必要向你汇报吗 什么事 说 你要的上海资料 晚上有点事 吃饭改天吧 哇 这 这有点厉害了吧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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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厉害了吧 跟谁说话呢 没事 没事 媳妇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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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公司不是有个同事 他哥 在正片公司上班 总有一些专业的消息 我那同事 一个星期 撞了五万 亏五万的时候 他可没告诉你吧 不是 你看看 你看看 就这几支啊 都是他说稳赚不赔的 我观察了好有一天走向 你看看 孩子都不信 肯定靠谱 其实我是这么想的 我心思 咱们不是还有点钱吗 要不然你拿出来五万试试 两万 两万行吧 这么着 要是赔了 你把我生费断了 要是赚了 我给你买个包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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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款包啊 那就 看这多少呗 你也想要啊 你喜欢哪一款 爸肯定能赚钱 找你妈 来来 妈包 你这跟妈好 白四合 咱们好多年没见了吧 是啊 很久没见了 你真是一点都没变 哪里啊 肯定有变化的 变老了 这叫成熟 成熟的女人哪 是最有味道的 我刚听说你离开重型了 早知道你想换公司 我肯定挖你来我们地产哪 怎么说呢 其实在雨果的压力也是蛮大的 有些商务资源 你总是觉得有填不满的时候 难得 咱们校友机会 是 我到这儿来也是为了跟大家一起 活论一下商务资源的 这不是刚刚知道您在地产吗 知道你们那边做 做叫 我们啊 我们在做广场大屏 那说明你们带这个程式业绩了 你需要院线资源 不好意思啊 我找资源找到您这儿来了 对 最近呢在做一个项目 确实需要一些屏幕资源 嗯 稍在嘴问一句 院线呢 还真不是我们负责的主要板块 但是我可以找啊 专门负责的同事帮你问问 这样 我加个你微信 好啊 好吧 来 我扫你吧 安心 好啊 你扫我吧 安心 那不咱们也跳个舞 这个我可不擅长 走嘛 我真的不太在行 不好意思 我有些事情想要占用一下时间 好 没事 没事 安心 那我还在这儿等你 来啊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师姐 我看你们聊了那么多 是不是为了屏幕的事啊 不问这个还为什么 那你可是太敬业了呀 不应该吗 你说同学之间 有要好关系的同学 单纯在相互进去 是可以的 但是很像这种大规模的聚会 有些人连名字甚至都不记得了 硬凑到一块 不就是为了看看商务资源 可不可以购血啊 互补吗 今儿够猛了呀 又一杆青苔 不是啊 谁又惹你了兄弟 你对你情绪很不稳定啊 跟你家徐女士又吵架了 还是你更年期提前了 你说女人是不是都一个样啊 想管你的时候呢 她就管一下 她不想理你了 就找别人去吧 你跟徐女士是你不理她她 不对啊 你说的是女人 什么女人 有情况啊 没有 不是 以我对你的了解 你骗不了我 快快快快 说 谁 你说什么 那我猜 克里斯梯呢 不对啊 这好几个月没见了 丽莎 更不可能 那还有谁啊 你身边没人了呀 不问人家大姐吧 不问人家大姐吧 我真是那大姐呀 你真有点缺少母岸呀 兄弟 能别瞎说话吗 我说的是朋友 不是 你刚明明就是说女人 别顿上去 我觉得也不太可能 但你要说朋友 没有 想管你的时候管你 不想管的时候找别人玩 这很正常 你对我不就这样吗 我离婚了 婚 真的假的 为什么呀 性格不合 性格不合 她那么有钱 什么合不合的呀 要我什么都合了 你这什么什么的事啊 各位师姐 你看今天是同学聚会 这么高兴的日子 就不说这些了 来 你们应该好久没见了吧 来来来来 干杯 来 好久没见 来来来来来来 就喝一杯好久没见 各位师姐 来 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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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总 你怎么就喜欢 往我们女生堆凑合呀 可不是吗 男同学有什么好凑的 好像也是啊 有道理 对了 你不也离婚了吗 当年还暗恋我们安心来着吧 你呀 现在可有机会了啊 不是我说呀 江洪凯呀 在生意场上是好手 但是啊 人品不行 这样啊 我能想象得出来 他们现在在怎么讨论 我觉得不重要 刚才看你们同学在一起 并不是很熟的样子 既然都不是生命中 不可或缺的人 那么在意那些干什么 他们又能影响你什么的 谢谢 谢谢 世杰 别低头 皇冠坏掉了 至少你离婚这件事情 并不是每个听到的人 都在唏嘘 比如 刚才那个兔顶的时刻 不要去嫁我了 还有我 有的时候 人生的路 就让它顺其自然地走吧 其实 我们真正能做主的事情 并不多 你说的 是 她的 在宽恶 很多人 都想不得了 对 好 对 没有 这些事 我就是 你们 你 劳烦你 师姐 我今天晚上会休息 谢谢 那回去早上休息 那我走了 拜拜 谢谢 拜拜 哎呦 谁这么早干吗呀 上瑜伽课 上瑜伽课 太早了 就是因为那莫林 可能没事干吗 天天起的笔记孩子啊 去上那什么诚课 我不得去偶遇她呀 咱有小媳妇呢 没有必要啊 她要不搭理我我就放弃了 问题是她还搭理我 为什么怎么放手啊 要是绕这么多了 我真服了 本来是练瑜伽保胎 也练瑜伽赚钱去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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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腰瘦 帮什么 腰瘦 不好 老婆也不睡了 吃哪啊 起床做饭 叶老公 哎呦 不睡了 右手起来的时候像抱月亮一样 抱住 起 很好 往这边打开 往下沉 扶手 行行行 撑不住了 哎呦 我认识不住 吃不住 吃不住 这上面的脂肪 身高体重 含上水量 蛋白质 那都不是乱弄的啊 这色彩还挺多的 这个 包括你这鱼肉啊虾呀 你知道孕妇可不能乱吃 是是是 这乱吃会长胖的 这水杯特别好 来两个 背着啊 这母鱼湿巾啊 这大人小孩都能用 这F奶子啊 特别干净 这高温相毒的 听见车 清脆 它叫一箭折叠 记下 你记下 我记下 看看这边啊 哎哎 来来来 慢点 慢点 没事 阿玲啊 我发现你真是 都赶成专家了 要不是你跟我说这些 我现在还一头雾水呢 今天真是打开我新世界了 我嫂子那笔记你见过吗 这么厚一本 说的都没你说得上去 你说戴萌的笔记吧 发的都是传统老一辈尽量了 现在生孩子 想的是什么呀 科学 我这可是花大价钱 从云场专家那儿学来的 你今儿送这儿捡到便宜了 那不是因为有你吗 你这拎着一手裹的东西 光跟这儿逛 什么都不买啊 家里已经准备好多东西了 再多就放不下了 等孩子出生的时候 你就知道不够用了 现在买这些东西 都是月子里要用的 那以后预案室 游戏室 东西多着呢 都得布置呢 这生孩子 真适合大价钱 那儿童馆不错 你们看看吗 好呀 儿童馆 你看看 这本编剧写两年了 挺完整的 而且这个故事挺精彩 我当初看完之后 我脑子里第一个想的导演就是你 跟你风格特别符合 当然啊 这个不是你现在的综艺风格 是当年 那个执拗的少年的你的风格 我都不记得我什么风格了 你的所以啊 你得给他找回来啊 那要不不可惜了吗 但是这个剧本啊 还不是那么特别的完美 电影嘛 你也知道 导演的艺术 所以你得参与创作 行 我先看看 那你看看 怎么改 怎么弄 全听你的 我是完全地支持你 恭喜啊 程导 恭喜 程导 好 老程 特意为您冲泡了咖啡 程导辛苦了 早就跟你说听我的没错吧 看综艺跟看小品没有区别 你越彰显专业人家越不理你 你就来天桥刷靶子那一套 他们就都追随你了 咱们这节目算是扬眉吐气了吧 但是我也没想到的是 有心栽花 陶若妍她不开 无心插柳 田孝宁她成了阴 你这说什么呢 我没听懂啊 你没看数据吗 我没看到 不是 你 看到没有 综艺热度排行跑 第一秒 第一秒 我只想问问你 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没有人能 阻挡我前进的脚步 晚上庆庆宴 小心烫啊 谢谢啊 今天谢谢你 你一会儿干吗去啊 一会儿 一会儿没事就回家了 跟我走一趟 去哪儿啊 我这不之前面了几个月嫂吗 我都不太满意 一会儿还要见几个呢 你这不天天上班吗 肯定见到不少人 正好帮我参谋参谋 你是做HR的吧 不是啊 我做商务的 我这看见天天手机 微信不断地 我给你做多大买卖呢 这 那跟你们家买卖比 那谁家都是小买卖呀 那你老公呢 他导演 综艺 综艺导演 综艺导演 就现在不是很火的那个 一年一度演技大赛吗 他是总导演 就爆出那个陶若妍 四生子那个 陶若妍也太惨了吧 那孩子他霸道了谁啊 这我真不知道 你说他一个人啊 带着一个孩子这么大岁数了 这还得跟全国观众去道歉 你说他惨不惨 个人有个人的活法呗 那没准人家自己觉得还好呢 自己觉得好 那都是给自己找心理安慰呢 你让你老公给我拍个片呗 你有投资电影吗 没有 我一直想拍一个关于我生活的纪录片 我就想啊 等我以后孩子长大了 让他看看 他妈妈生他之前 是什么样的生活 他那个综艺还没录完呢 我回去问问他 那拍得好的话 钱肯定不是问题 行 行咱走吧 我这坐久了 我腰特疼 那你给你打包了 别打包 不要走 不要跟随了 行 我看看 你别动了 你就拿你那小包就行 其他我来 辛苦你了 没事 干得不错 干得不错 谢谢华总的夸奖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之前啊 我们太偏重于这个节目的专业性了 但是我毕竟干了这么多年综艺 观众想看什么我太清楚了 你给他弄得太专业了 他看不进去 就得是这个 观众的口味是很难琢磨的 一次爆点 有一次偶然性 如果失去了专业部分的内容 恐怕评论区都是碰面的吧 没错 所以说呢 这专业度保持 娱乐性加强 看着你俩这种搭档 还的确有化学反应啊 好 那接下来 公司有一个个人户外真人秀节目 原来那个团队呢 提交的方案不是太好 您俩 想不想试试 趁着现在的势头 赶紧提报 您真是我的亲华总 没问题 我一定不负众望 尽快把这个方案提交上来 看见了吧 跟着我有吃有喝 尽快把这个户外真人秀的方案写好 发给我啊 户外真人秀现在市场上太多了 有些饱和 想做出心意没那么容易 我考虑一下吧 文学 你要考虑什么呀 这个类型我未必擅长 我看见你 我看见你是飘了 有点小膨胀是不是 他刚才说收视率上来了 因为咱俩合作有化学反应 因为什么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你的机会现在来了 还要考虑 那我考虑一下也没问题吧 一点问题都没有 程良我告诉你 我能带着你 把一年一度演技大赛推向神坛 但我也可以和别人 再做出一款爆款的户外真人秀 你慢慢考虑 你后头一万多个人等着呢 程良